中金院上修,今年经济成长率到5.02% 台湾今年上半年经济表现优于预期 加上日本正在影响不如预期 中华经济研究院自去年4月以来 第六次修正台湾经济成长率 昨天再度上修 中金院说,经济成长率在今年第一季冲上6.55% 第二季也有4.61% 预计本季下滑到4.16% 但第四季会回升到4.9% 所以把今年全年成长率 由4月时预估4.29% 上调到5.02% 中美园院下周也将公布经济预测 预料也会把今年成长率调到5%以上 不过民众对于节节上修的经济成长率 似乎无动于衷 政府的数据跟新闻报导觉得 好像一切都很好 但是我们老百姓我感觉没有差 有钱人还是很有钱 穷的人还是很穷 中金院院长吴中书说 台湾上半年景气活络 主要是收回中国经济畅望 但下半年起欧债风暴 美国成长停滞等变数 恐会有冲击 国际资本市场比较明显的波动 甚至造成国际经济成长的趋势 因为我们台湾是个外销很重要的国家 那势必我们一定会受到影响 学者认为台湾下半年有公务员加薪 与陆克自由行刺激 国内消费成长将优于出口 台湾经济会偏向外冷内热 东新闻台北报导